大家好 今天是7月21星期三 美股昨天大幅度的反弹 可是对港股来说 那个大来的刺激 真的只是一半 我们先看看指数 早段恒指先高开80点到27,339点 曾经一度再上升到27,371点 等于说在结分中 相对昨天来说是上升了112点 可是还是走在早前的那个小的酸底之下 等于说整个股市只是 技术上的小小的厚臭而已 后一个阶段股市还是出现一点点的反复 结果指数就一步一步的回调 最低曾经一度见过26,971点 相对昨天来说是下调288点 当然在这一分钟指数也跌却了250天线 还好就没有跌却这个月9号的低位26,861点 由于这两天股市跌的幅度也比较明显 可以算一算 从28,218点的回调已经超过1000多点 所以从技术上来看是有一点点超卖的 所以还是可以做一定的反弹 可是这个反弹的力度只是一般 指数从那个26,971点的回升 到大概27,200点左右 已经好像受的亏限了 说真的股市暂时来说 虽然说还是能够稳守在250天线以上 最低限度在这一分钟大概3.15分 还是能够稳守在250天线以上 可是感觉上真的不太好 第一指数是走在 是250跟100天线以下 第二指数也跌圈了早前的少的酸底 这个是3月25号的27,505点 跟5月14号的低位27,715点 第三指数已经是第二度 在月中跌圈250天线 虽然说就算是跌圈250天线 并不代表熊市会再来 可是感觉上就真的不太好 基本上就是担心指数还是会进一步 往下寻找低位的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今年度的股市当然是一个先高后低 暂时来说是从28号的高位 31,183点回调到这个9号的低位 26,861点 等于说今年的波幅大概要4,322点 说真的这个波幅还是比较少的 要是说全年的波幅有五千 也有五千五百点的话 那等于说更低的指数应该还是在后面 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再进一步往下调而已 七月份信息下交易天不多了 今天不算了 那这个星期还有两天 下个星期还有五天 那等于说七月份信息下交易天只有七天 那下个星期五回来就是这个月 场外的显身工具结算 下个星期四就是这个棋子结算 下个星期三就是棋子赚餐的高风期 那等于说下个星期二、星期一 跟这个星期五跟明天这四个交易天 要是有什么买盘出现的话 稍微把股市稍微推高一点点 要让那个指数能够在比较高的水平 进行一个转仓的话 那未来这几天就很关键了 说到这一点当然还要看看 一中主要南筹的表现怎么样 直到目前为止 腾信、美团点评跟阿里巴巴走势还是偏远 这三个南筹在很久之间的比重有超过23% 他们要是能够股价稍微做好一点点 对股市来说当然是带来一个刺激 反而要是股市还 这三个股票还是反复而带远的 那整个股市暂时来说还是低迷的 这个真是没办法 现在最好还是做好一些风险的管理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股份不断地做好的 比如说机械股还有一部分的医疗股还是做好的 可是其他的板块大部分还是反复而带远的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了解例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